又开喇叭了 不用说型号, 不用说牌子 一看就知道了 新喇叭来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要开喇叭 我有我自己开喇叭的方法 但是官方在盒子上已经印得很清楚 应该建议我们开喇叭的方法 其实喇叭里面有两个发布膠夹住 再加一个纸箱 又有多复杂呢? 最重要是有工具 这样就完成了 好, 我们开它 不拍开箱过程 请不吝点赞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的主角是英国B&W 603 603 型号是坐地喇叭 价钱已经是2万元 设计是三路四单元 总是大牌子, 比较难找替代品 5万元 好, 一开 603 书 好像玩具反斗成一样 钉脚 包括金属钉脚和半球体的胶脚 两套 这是装底板用的 钉反射有个洞 好, 塞住了, 低音太多 想减少少, 塞一半 有一件事要赚赚B&W 很多喇叭厂都不会考虑这一点 就是, 喇叭的包装上 这个是面罩 还有一个胶的 cover 保护着里面的单元 很多喇叭包装 单元就在外路 一个不幸的, 开启喇叭的时候 太高充满 一转, 又转 就像新车落地 一转弯就炒 感觉又愉快又兴奋 喇叭这么瘦, 这么高, 这么窄 当然不会站得稳 像现在这样, 一只手就可以推倒 所以正常 当然不会 有个底板跟随 这个底板, 坐下之后, 喇叭会站得稳 这是MDF 版 跟来就是这样 跟来已经有螺丝 我们可以先安装这些东西 先安装好, 先安装钉脚 钉脚, 我们当然想钉 不会想半球胶球 实际上太像小朋友用的玩具 再看它的介绍 又是那几句 将800系列的技术下放下来 三路四单元 高音, Double Dome 的 Aluminum Trifter 偶合设计的双层铝膜的高音 中音其实是整个喇叭的重点 因为它也是用和800系列一模一样 800, 700 都是一样 就是转左用防眼部 黄色那一只做中音 取而代之, 用Cuntium 的一种新的纤维物料 依然是继续用编绩的方法 去做一个新的中音 而这个中音的声音速度 是快了很多 但是膝震很低 边形亦受控 又易推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中音 接着低音两只 中音是6吋 但是低音是6.5吋 其实不是比中音好多 所以它比较有两只 两只是用纸和Kavra 混合式的低音单元 频率响应 48Hz-28kHz 正乎3dB 左矿是8音 但是留意一样东西 Cuntium minimum 3吋 它是坦白地将它们的最低左矿 告诉你到3吋 其实是很坦白的 大小 大小我们主要说高度 高度就是这个 连卖左 是1米 1055mm 即是105cm 刚刚1米 这个高度其实 看上去不会很大 深度是 深度是37cm 重量是24.1kg 一只 后面 低音反射孔 有孔 我还是不触碰它 接着是Binding post by wire 由于这都是新的喇叭 所以我已经第一时间 就是 日以计夜 夜以计夜 这样煮 同时一起煮喇叭的抗音机 因为刚刚也是一个新的抗音机 也是非常稳定的 再加上天气有凉了一点 就可以不分昼夜 不分时间 这样 就狂煮它 可以用Campé Joyeux的 H NQ 以及HW 来煮好它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正式听了 其实已经可以了 然后我又再用了 希腊院章的抗音机 我不懂读的名字 你也推吧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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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下声音 B&W的喇叭 自从用了Quantium的中音之后 其实整个B&W的喇叭的声音 就没有了以前大肥婆年代的一种 慢声的感觉 它是快了很多 但是快得来 它也算是有些坚持的 它是不会完全是180度那样变成的 它是保持一些英国喇叭应该要有的 的重量 声音有重量在这里 还有那个音乐性 是保留给你听到这个声音 你都会觉得它有些变了 但是又未至于变了 我个人反而喜欢 现在这个B&W的改动 因为叫过强的个性的喇叭 其实在玩和甲上 是有一定的难度 当然 你是一个资深发烧友的话 什么都可以让你搞得好 但如果对一般很普罗的用家来说 其实现在的B&W 比较容易玩 你用一个比较有力的扩音机推 就已经可以了 打句问句 都应该是一套希叠胆机 雅数最低 这套胆机是一个很浓厚 有旧式胆味那种感觉 但是有高速的表现的一个胆机 是好声、甜声 也会令到如果我坚持 一定要是大肥婆年代那种声音 夹这一套胆 是会有那个感觉回来给你 35 马的胆机 落它 左肩胆板跌到3 我真的要担心 但是没事 我不知道是它的胆机厉害 还是它其实没有以前那么难推 总之呢 整个播放 你博複杂的东西没问题 你博大音压也没问题 那35 马的胆机弄得好 我开始就放心了 接着下一步 我就用Campage Audio 也是跟它夹着这样去煮 所以如我所料 非常稳妥 而且声音效果做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Campage Audio 也是 去到Edge 旗舰也更改变了 两个很夹 夹得很重要 我开始明白Campage Audio 这套机是用B&W 的喇叭来做调声 因为夹得很适合 而且这套B&W 是属于平价的机器 放一个Flexchip 夹得有油印有余的感觉 是你会听到喇叭出来的声音 是比起你觉得它的价钱 应该出到声音更加高级 好了 但说到这里 其实我还没说过低音 因为这两个纸盘 coverler 和纸盘夹着的低音 其实不是拼到声音的低音 甚至是属于比较内敛 斯文的低音 所以其实实识的结果 可以跟大家说 它不是难推 不算难推 它只是对卦音机有要求 但是規格说得这么夸张, 反而吓到我自己 它的声音比起它方头方脑的样子更加吸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 今天跟大家介绍 B&W 的一门系列 左地喇叭364单元 603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住频道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我分别试过805D3 804D3 702 和603 我个人其实是有些想试803 或者802 都是D3 我的地方又不是很大 我想你留言告诉我 你想我试803D3好 还是802D3好 你们的留言是会影响到我去问厂者 哪一对大的B&W 去试 不是一定大的好 最重要是对你们来说 这个测试有差卯性 等你们留言吧 好, 就这么多再见 拜拜